关于Michael Jackson呢 很多人会说很多想念他啦 怎么样舍不得他啦的那些话 不过 其实我真心的说一句话 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打我 我觉得他去年的今天 他终于选择离开了 因为 他的人生其实有很多苦的地方 可能是不为外人所知 一个人有这么多的盛名 然后身边就有很多人豪居 他的那一些家产啦 或者是可以从他的身上 刮到一些什么好处啦 在他离开了之后 结果才有那个小朋友跳出来说 当年原来家长是因为 某一些利益啊原因啊这样子 想要去 想要去沾一些好处这样子 所以我得到最大的感受就是 还好我没有这样红 还好我没有这样有钱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